董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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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看我這裡 來全部看我這裡就好 看我的操作你看你看到什麼 基本上我就兩根棒子嘛 來看我這裡哈囉 兩個棒子棒在一起嘛對不對 對 看我這裡 陳明鏡 看我這裡 好 哈囉 好你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你就看我這邊就好 我兩根棒子放在一起嘛對不對 我隨便壓一個地方隨便喔 隨便壓一個地方我轉 請問你看到什麼 看到一個點 一個點好就這個點嘛對不對 還有呢 角度越大 你看你看到什麼結果呢 角度越大 香蕉 香蕉 我看到香蕉 然後腳變小也 這邊讓人角度變大對不對 一邊大一邊小 那一邊變小 等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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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看喔來哈囉 你注意看 我這樣轉的時候這邊會出現對不對 只有這邊嗎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它是不是連動 對 既然是連動 哈囉 剛好這裡 既然是連動 既然是連動 所以我這邊轉多少那邊呢 也會跟著轉多少 也會跟著轉多少不是嗎 應該會 是應該還是一定 一定 一定 注意喔 注意看 注意看 我這裡轉動的角度 跟這邊 注意看喔 我這裡轉上去對不對 我這個地方轉上去的時候 同步不就是從這裡的地方轉下來嗎 對 它會轉動的那個角度 有可能不一樣嗎 有 不可能嘛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因為它是連動 本來大家都沒有 看我這裡喔 本來大家都沒有 這邊開始有的時候 那邊也同時下來 對不對 等於是我這跟藍色棒子 被我切成兩部分對不對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這邊這邊 比較短的這邊我在轉的時候 另外那邊是一定要跟著轉 否則我轉不了 不是嗎 對啦 就像你在騎腳車一樣 腳踏車不是有兩個踏板嗎 對不對 一個踏板在轉的時候 另外一個一定是跟著轉 不是嗎 所以這個地方轉幾度 那個地方一定跟著轉幾度 它一定要一起動 否則你前進不了 你也沒辦法往前動 對不對 因為它本來就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它是連在一起的 好樣的道理 這根棒子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 我這一個左邊這邊轉多少 右邊那個就下多少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轉幾度 那邊跟著轉幾度 對不對 然後本來這樣子沒有的時候 這樣子沒有的時候 這樣不就是它靈害靈嗎 對不對 如果我 如果我這樣整個轉過來 整個轉過來 這個地方是不是轉了180對不對 另外那一個呢 一個轉下面一個轉上面 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呢 所以呢 除了注意看 除了這裡跟這裡相等以外 還有哪裡 上面 這個轉多少 剛剛這邊就下多少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一定一樣對不對 對 還有呢 這裡跟 為什麼呢 因為它如果轉完 如果它轉完是不是180 它是不是剩這些沒有轉 對 對不對 它是不是轉完就是180嘛 對不對 看我這裡 不太容易對不對 總是會有其他事情影響到你 總是有其他事情在吸引你 然後你就不會看我這裡 好 這個地方在轉對不對 這裡轉多少 它是剩這麼多 如果要轉180要轉到這裡才停嘛 對不對 我現在只有轉這樣對不對 所以是剩這些對不對 然後另外這個是從這裡下來 它如果要轉180要轉到這裡才停 所以它是不是有這裡 可是剩這邊沒有轉 所以剩的跟剩的會怎樣 一樣 這兩個是會一樣大 因為我剩下這些沒轉對不對 它剩下這些沒有轉對不對 然後全部轉完是180 了解在講什麼嗎 了解 請你把我剛剛轉動的過程 圖形畫在你的筆記本上 然後標記誰跟誰相等 我看誰能夠畫出還不錯的圖 所以關鍵就是剛剛 東升一次就看到了很關鍵的地方 我是先壓點對不對 就像假道車也是一個旋轉的地方 旋轉軸嘛對不對 從哪裡開始旋轉 從哪裡開始旋轉 然後呢 一邊旋轉的時候另外一邊跟著旋轉 對不對 它一定要連動 因為它是整個是一根棒子 這一根棒子是整條的對不對 所以你如何畫出那種旋轉的感覺 而且旋轉出兩個角度會一樣 然後向下的角度也會一樣 把這種動態的感覺簡單的畫出來 用最簡單的線條 用最簡單的線條畫出來 這個東升真的很厲害 就是你去看它的那個 其實這是一個能力 那個能力這是可以訓練的 就平常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在做筆記的時候 就是練習用比較簡單的筆觸 可以勾勒出一些圖畫的樣子 那這個其實會幫助你很大 畫圖做紀錄是一個 這事實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平常要訓練自己 你在寫筆記的時候 在寫每次做一步的時候 都可以訓練自己 動態的感覺沒出來 好你正在做 你怎麼把我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轉動的過程把它畫出來 而且 而且能不能很精準 除了只是畫出來以外 你有沒有辦法精準 你先不要想精準了 就先把它畫出來 動態的感覺畫一下這樣 簡單畫就好 簡單畫就好 從哪裡轉到哪裡 簡單畫就好 因為它只是一個 很簡單的兩個線條而已 對不對 不是像忍的動作 忍的動作為了要有動態的感覺 它會不斷的拍照 它要連拍 然後很快的撥給你看 你就會看見它在動 動畫就是這麼做的 它連續做了好幾張的照片 連續畫了好幾張的動作的照片 然後它一次拍出來 一次撥給你看 你就會看見它在動 但是你們還不需要到這樣 因為只有很簡單的兩個 兩個東西而已 好非常好 畫得很漂亮 有點小複雜 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 非常好 你可以上去畫嗎 把你這個圖畫在板上 好了 我現在看一看你的畫得最簡單 而且整個都出來 來上去 你可以用黑板的 我給你兩個顏色 如果你需要的話 這邊這邊有顏色 你自己 自己自己選 簡單用簡單的線條來表現就好囉 用簡單的線條來表現就好 用簡單的線條來表現就好 OK很好 你這樣沒辦法讓我感受 轉動的角度是相等的 你只告訴我它要怎麼轉 可是你沒有讓我看到 轉動的角度會相等 它的畫法比較能夠感受得到 OK 還用來回的不錯 這招我沒有想到 你畫的跟它不一樣 哪是它教的 哪有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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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的感覺稍微描繪一下 你的動態的感覺 是對的 但是 就是 畫得非常好 蛤 什麼意思 你怎麼站好 好 OK 轉動的地方在哪裡 對 但是你沒有把剛剛的那個表現 表現出來 就是你的 你的 你只有表現一半 好 有一些人 不說很多 大概 大概 大概是誰的 我沒有看到嗎 你沒有看 我沒有 我沒有 好我沒有看誰 你沒有看這邊的 我沒有看這裡的 我沒有看這裡的 因為我剛剛有在後面看 你沒有動態的感覺 之後 它畫得不錯 對啊 我差點跟你們講一樣 畫得不錯 畫得不錯 但是這個動態的感覺 畫得怪怪的 你那個箭頭畫得不夠好 你們往後看它的箭頭畫的 才有味道 出來 3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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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想被錄影錄到 就到後面去做 好 好 OK來 看好這邊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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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態的感覺就畫得不錯 有人動態的感覺是這樣畫的 這個動態的感覺畫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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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白色的跟藍色的差別在哪裡嗎 它有辦法直直的過去嗎 對 對 來 注意聽喔 注意看好這裡喔 你如果是直直的 直直的過去的 這是錯誤的畫法 因為它不可能直直的過去 對不對 對 它是轉動過去的 它是弧線過去的 它是弧線過去的 所以它應該是弧線過去 弧線下來才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畫法 好 我把它的畫法 再把它精緻化 注意看喔 它選擇那兩個顏色 那我們就跟它一樣 來 注意看喔 我為了要能夠畫出差異性 所以我故意一長一短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兩個都一樣長也可以啦 但是我故意為了要畫出差異性 好 然後它 它 它減變減變在它兩根棒子 讓它一樣長可以 沒有什麼不行 可是為了要凸顯差異性 所以我故意讓它不一樣長 然後接下來這個點 它還故意拉到旁邊去很好 好 所以我就故意旁邊 所以點最重要從哪裡旋轉 我現在用藍色的旋轉 我跟它一樣 我用藍色的旋轉 接下來我會用一個工具 原規 我會用原規 我會用原規 直接在那邊轉 因為 因為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這根藍色的 你注意看喔 如果這根藍色是這樣 它這樣轉的時候 你注意看 它上去的樣子 絕對不是直線上去 對不對 一定是弧線上去 哈囉 剛好這裡 所以要精緻一點的畫法的話 你應該要 你應該要 圖形是怎麼上去的 你就要怎麼上去 轉上去 對不對 那個轉動的感覺 絕對不是直直的 它是糊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那個表現出法原規 是一個最好用的工具 就是不斷的複製這一條的長度 對不對 這一個 這一個把它轉上去 對不對 然後呢 另外那一頭呢 它是用 它是用這一個長度轉下來 了解嗎 所以它是用這個長度轉下來 然後這個轉多少 這個就跟著轉多少 對不對 所謂的轉多少跟著轉多少 是指轉的角度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變成 我就會變成 你要用齒連 用齒連啊 我就會變成這一個 我畫這個的意思是說 我這條藍色的跑到這裡來囉 真的一樣長喔 因為這條跟這條一樣長 這條跟這條一樣長 所以整條一定跟整條一樣長 了解嗎 再來 我 從這裡當做我的旋轉軸 我從這裡轉上去到這裡 看好這裡 然後呢 這一個呢 我從這裡轉到這裡 你會看到 它絕對不是直直的 它一定是 彎彎的 因為它要彎彎的 才有機會保持相同的長度 直直的下來 如果你是直直的上去 長度就跟它不一樣了 對不對 就變短了喔 你如果要保持跟它一樣長 你一定會彎 不彎不行 如果 如果你是直直的過去 這一條馬上變短 本來這麼長就變短了 好 請你把這個圖畫在你的筆記本上 每一個人都要再畫一次 用原規畫出來 很重要 剛剛這一個留著沒有關係 我其實不應該把它擦掉 留著沒有關係 把這個圖畫在筆記本上 好 把那個它實際上的轉動 用原規畫出來 它實際上的轉動 最末端的這個 最末端的這個 這個來代表所有的 所以旋轉 所以你發現我用了三個顏色 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有三個顏色當然最好 沒有三個顏色只好那個 我兩根不同顏色的棒子 藍色的棒子我拿來旋轉 紅色沒有動 我才會看到轉動的角度一樣 我這裡轉多少你就跟著下多少 所以轉動的角度會相等 動作快 藍色已經畫好了 最好分顏色 而且轉動的點 不要再剛好在這種東西了 這樣我才可以看得出它的差異 有差異可以讓我們更理解 我們在學什麼 沒辦法 你那個點太中心了 沒辦法點下去它就剛好這樣了 沒有你是可以選擇的 再畫一次 你是可以選擇的 不要太偏因為太偏你很不好畫 對不對 那個地方很難畫 其實你沒有畫錯 你沒有畫錯 你沒有畫錯 你的點太中心了 重畫 重畫重畫 太中心了你看我多好老師都沒有畫 來借我一下 請你們請你們學一下詠勳的畫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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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我的意思 我上面有兩根棒子 一個是藍色的 那個藍色的我在偏偏偏的地方轉 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黑色的 一個是紅色的 紅色的棒子在轉 黑色的沒有動 那紅色的呢 它是點在這裡對不對 點在這裡的時候這一半 這一邊是這一段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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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整段轉過來 所以你要從鏡頭轉過來 不是隨便畫 不是隨便畫 它是用這一段在旋轉 另外那一個是用這一段在旋轉 重畫 你沒有畫出那個 那個黃色的那兩段很重要 你看你沒有畫出來 你也沒有畫出來 它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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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都沒有畫出來 你們畫超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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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沒有畫對 你們沒有畫對 你那個圓規 圓規 你沒有抓到重點 我從我現在你紅色的這一段 對不對 然後我是這一整節在轉 所以你應該是畫這樣 然後你這個是這一整節在轉 所以你應該是畫這樣 對不對 你沒有畫出來 我叫你重畫一個 你並沒有重畫喔 你也沒有畫 你們兩個都沒有畫出來 都沒有畫出來 都沒有畫出來 你也沒有畫出來 喔這個是對的 好 我再講一次 剛剛你們有些也沒有畫出來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代表你沒有 沒有聽到重點 來 全部看好這裡 暫停 看好這裡 全部看好這裡 多數人有畫出來 但是有些人 你覺得你有畫了 可是你沒有畫對位 沒有畫對位在哪裡呢 我是這根藍色的棒子 我這根藍色的棒子比較短 這根紅色的比較長 第一個 先看好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你看的地方不是我 所以你沒辦法注意聽我在講什麼 好 這根藍色的棒子 我選擇從這個地方轉 藍色的棒子 藍色的棒子我選擇從這個地方轉 而且我不是選在正中央 剛剛有幾個人 我就是叫你重畫 就是你沒有在 你沒有 你選擇 你選擇的點 這個點是你挑的 你不能說我挑了之後 發現我挑錯了 你可以改啊 你的下手就要對 不要下手之後再來改 這樣就多花時間 你們做事情都一樣喔 你不要小看這種動作喔 你下手就要對 你在動腦筋之前 就要想清楚 你隨便亂下筆 然後做錯了 就要再次回來一次 你浪費了兩倍的時間 好 你放在這裡之後呢 藍色的這邊是這麼長 是這麼長再轉 你要把這麼長再轉 畫出來給我看 而不是隨便挑一個 不是隨便挑一個長度畫給我看 不是 這樣沒有意思 因為它明明是用這麼長再轉 因為它明明是用這麼長再轉 可是你卻只有畫這樣給我看 沒有意思 然後你要畫它的時候 你應該要用圓規畫給我看 你要告訴我 你要告訴我 它真這個是精確的畫出來 對不對 然後另外那邊是用這個畫出來 你要精準的畫給我看 然後圖要畫到 剛剛沒有畫出來的請你把它畫好 然後 然後請你做相等的標記 這兩個角度是相等的做標記 這兩個角度是相等的 我們會用畫圓虎的方式做標記 我們會用畫圓虎的方式做角度相等的標記 然後 另外這兩個也會相等 但是我會用不同的標記 一個是一槓一個是兩槓 標記 這兩個相等這兩個相等 做標記 把標記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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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太小了 所以就 畫圖的目的是為了讓自己方便看 畫太小了 你有沒有發現我會故意把它們分開畫 因為你這樣子很容易看不出來從哪裡到哪裡 你沒有用圓規畫 這兩個你沒有用圓規畫 有啦 有 有 我這樣沒有用圓規畫 你還是沒有用圓規畫 你還是沒有用圓規畫 你那兩個 你那個 那兩個箭頭你沒有用圓規畫 你的圓規呢 用圓規畫它的轉動 好 好 來 請你檢查你有沒有做標記 你有沒有發現我故意 故意把它分開 因為你連在一起它就會變成一圈 對 會分不清楚 所以我才會故意把它分開 這兩個畫比較靠近中間這個點 這兩個畫的比較拉 畫的不同圈 對畫的不同圈才容易分清楚 要表現出它的差異 好 再來 我們來 我們來命名一下 看好這裡 來 全部看好這裡 不管你有沒有完成都暫停了 來 看好這裡 全部人看好這裡 我抓一個點然後轉它對不對 這兩個腳是一對 這兩個腳是一對 對不對 然後我是不是頂住這個點 所以這個點是關鍵對不對 所以有它 轉 我才會出現這兩個腳一樣 這兩個腳一樣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一對的腳 我會把它稱為什麼 對 對 對 還少了一個字 對 你要表現出這個點 對 對 對 它是 這一個腳是不是 這個 這兩個是不是頂著這個地方 對 對嘛 上下這兩個也頂著這個地方 對 所以相對 頂住它 頂住旋轉的地方對不對 對 請你在你的圖的上方 寫上五個字 對頂腳 會相等 六個字 對頂腳 因為它是相對的 相對頂住的 那兩個腳 他們先頂住 我們先頂住之後 然後相對的那兩個腳 我們就稱為對頂腳 對頂腳會相等 按一下 按一下 就按一下 帮他一下 再来 如果 来这个角度大概几度呢 这样是 等一下 我顺便介绍一下 请一下我这样子摆 正不正 不正对不对 要怎么摆才会正 要有一个水平线 要90度 所以还不够对不对 所以要 这样是不是超过了 所以还要再拉回来 所以还要再拉过来 所以我要拉到 所以从不是90度拉到 90度超过也可以拉回来 对不对 这个摆正的过程 这个摆正的过程 我需要把它摆到正 才会变90度 对不对 我才叫做摆正了 那所谓90度 当然你要有参考 用下面这个当参考 对不对 所以 我要有一个东西参考 对不对 看我这里 看我这里 然后我摆的位置 对不对 我如果这样子摆 不够正 为什么不够正呢 对它而言 不够直 对不对 所以我要 我还缺多少 我才可以摆正 你要摆正 要摆到正 必须要 必须要到这里 才会摆正 就是要到达这里的时候 要到达90度 红色的要拉到黄色的地方 不用虚线 红色的要拉到这里 红色的要拉到 它基本上 基本上这边已经 这边已经有一个角度了 对不对 但是不够嘛 对不对 不够还要再转 才会够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所以 这个角度 如果大概 你有没有发现 我在画的时候 都是用弧状在画 因为我们在转 转角度不是直直的 一定是弯的 这个角度大概 7 好 72 如果这里是72度 我还剩多少 就可以摆正 18 我还剩18度 就可以摆正 对不对 还剩18度 就可以摆正 所以这个角度 对它来讲 就叫做什么 命名 叫做什么角 还剩下18度 就可以让72度摆正 所以叫做什么角 摆正 不是 对 还剩下这个角度 剩角 对 所以72度 还剩18度 就可以摆正 对不对 注意看我这里 如果我已经转了72度了 再剩下 再剩下18度 就可以转正 对不对 当然我也可以这样子说 注意看 我也可能 一开始 只转了18度 我还剩下72度 就可以变正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对 所以72度 剩18度 转正 或者是你说 18度 再剩72度 就可以转正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他们加起来要 他们两个 我 我需要你 才可以摆正 对不对 18需要他 才需要摆正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个 我们称为 他是他的鱼角 他也是他的鱼角 所以两个字 我是你的 你也是我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称为 互为对方的鱼角 所以称为互语 请你把这个图 画在笔记本上 你不一定要使用我的角度 了解吗 但是他们两个 有一个特色 他们两个有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18跟72 加起来一定是多少 加10 对 你要根据你画的图 来决定你的角度 大概几度 因为我黑板的图 这个大概72度 这个大概18度 才会写18跟72 是什么 我愛你了 大概就好了 你要把你懂的东西画下来 不需要跟黑板一模一样 但是该有的 该有的你都要有 该有的你都要有 现在给他们叠了 不是 不影响 的 你们不够大胆都跟我画的一样 就我写18度你就跟着我18度这样 我跟你18度 我命就30我20度 不是多啦有些也有几个人 我不能讲多对不起 你们都这些是都不一样的 对啊都不一样 但是你写错了 谁我 你自己看一下你的是错的 18度对啊 你的是错的 还是我看错 你这个是多少 20 你的20写成像1 我写错了 我感觉1哪里像1 我感觉到1 你那个转动的感觉没有画出来 你的问题在你都没有对 你都没有做出好的笔记 所以你不容易学的 就不会学完没办法学完整了 你看我的图再看你的图看看 把那个转动的感觉画出来 你也是一样 你有画 还是我看错了 等一下 明镜我看一下 是我看错了吗 对你真的没有画 70度从这里到这里 那个70度从这里到20度 那个你没有画 你会发现你没有画到那个72度 然后转18度 那个你没有画 他有画 不需要用圆规啦 你要用圆规也可以 好 好来同学看好这里 刚刚这个我是摆过头了 看好这里哦 来来暂停看好这边 这一个红色的我如果摆过头 是不是还要再拉回来 所以请问一下我要拉回来几度 38度 38度 所以 这两个加起来仍然是几度 90度 懂意思吗 他们两个仍然是互语哦 把这个图画在笔记本上 他们两个仍然是互语 只不过就是拉出去之后还要拉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方向 如果128这个方向回来 就叫做-38 就是拉过头了还要再回来 拉过头了还要再回来 然后请你在你现在讲的这两个图的上面写上两个字 我刚刚有讲 要写两个字两个字呢 这样没有正对不对 要怎么样 要拉正 拉正有另外一个字 摆正 其实你们在上面写上大道的两个字 摆正的过程就在谈鱼角 摆正 把不到90度的摆到90度就叫做摆正 摆正 摆正的摆 摆正的摆 所以一定要有手才能够摆嘛 对不对 那旁边那一个 NOTO 那就是GOTO 對 旁邊那個位置嗎 好 再來 來 看好這邊喔 我們如果在空地機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空地機的時候 它一定會拉白線 你知道嗎 你們有看的應該知道 它會拉白線 它在拉白線的時候 它一定要拉平 對不對 來 看好這裡喔 它會先拉一個高度 對 它會先拉一個高度 然後它要一樣高 所以它會拉水平 來 注意看囉 看好這裡 來 所有人看好這裡 來 你拉著 拉著 就拉著就好不要動 來 看好這邊 這樣有平嗎 沒有 要怎樣才可以平 我要往下 我要往下 你不要動啦 等一下 如果兩個都動 是不是更不容易達到平衡 不一定 你要先決定啦 等一下 等一下 是兩個變比較容易達到平衡 還是其中一個變就好 兩個要說好 再一次喔 我們現在我們兩個想要拉平對不對 對 你對它下口令叫它往上 你叫我下口令叫我往下對不對 它在動我也在動 跟只有一個人在動 哪一個比較容易抓到平衡 一個人 這是很簡單顯得意見的想法嘛 了解一下講什麼喔 好 所以你不要動 要不然你動 我不要動 好 我不要動 你要不動還是動 好 你不要動 那你就不要動喔 請問一下這樣有水平嗎 沒有 所以要怎麼動 你要往下 我要往下 夠嗎 好像夠了喔 再來再來再來 再來再來 再往下 太下了 再上去 再上去一點點 對對對 差不多 所以你是不是 通常在拉水平的時候 它已經很平了啦 對不對 在很平的情況之下 它在決定了嘛 對不對 它會在中間 它會在中間 放一個那種水平椅啦 詳細實際情況 不是很確定 anyway它會用水平椅 或者是用什麼工具 來決定水不水平 所以注意看喔 看好這裡喔 這個到底平不平 看好這裡 這個到底平不平 它一定有工具可以 跟它 一定有工具可以跟它做 然後一邊不動 一邊不動 另外一邊動 假設水平是這一條 了解意思嗎 那這種感覺不就是 這種感覺不就是 它還缺 我把它畫的誇張一點 因為這樣比較有感覺 我畫誇張一點 看好這裡喔 我是不是還缺了這個 就可以打平 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缺了這個就可以打平嘛 所以我是不是要想辦法把它擺平 然後你注意看喔 你注意看喔 這種感覺是相當於是我擺的角度已經這麼大了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擺的角度已經這麼大了 這是轉動的地方 畫的不好 看好這裡 看好這裡 你們真的 看好這邊 這種感覺就好像是 這種感覺就好像是我擺到這裡已經擺這麼大了 對不對 可是我還缺這裡才可以擺平 對不對 我現在的目的要擺平嘛 那我擺平是不是還缺這個 所以如果我這邊已經有100 如果我已經有170了 我還缺多少就可以擺平 來 證明我還蠻厲害的 不然你上來看 好 你上來看 上來看 上來看 真的要發現剛好在死的地方 有看到嗎 跑掉了 你是對這條 白色的啦 白色跟我幾條 中間 好 算準了啦 差一兩度 好來看看 如果這裡是170 我還需要多少 注意聽 10 50 我還需要多少 10 我還需要10度就可以擺平 對不對 所以需要10度就可以把它包給平的 是不是 對 這種感覺我會說補平嘛 就像它在下面的時候 不是 空地機的時候 最後會把它拉平 對不對 補給平嘛 知道嗎 你說什麼嗎 所以這個我們會說把它給 補平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我們會稱為是它 補它用的 補它用的腳 我們就叫做 補腳 一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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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是不是也可以把10補成補腳 對 指導在講什麼 所以他們兩個會怎樣 補 補 互補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補你 你補我 最後要怎樣 180 180 互補的意思就是說 最後他們兩個 180 加起來要多少 180 然後在上面要寫兩個字 剛剛寫擺正 這邊要寫擺平 寫上去 擺平 那個黑板不用擦 那你們自己寫完 就自己下課 好 阿補一旦 打的 阿補一旦 打的 阿補一旦 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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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補一旦 阿補一旦 把海補一旦 阿補一旦 他真是 希望